大家好,我是阿昌 這就是我走過的地鐵站 看看新加坡施樓 別人這個設計也不錯 露台又起闊一點 起碼讓它放冷氣機 就不用像香港那樣動的 有搭棚了 因為你看看它這個做法 基本上你走過露台就做到了 這就是牛車水 主要去看看舊的建築 還有來遠處看見它的祖屋 因為這個祖屋 你看起來的感覺好像 香港舊式的公共屋村一樣 因為這個24都應該是 很早期的祖屋 另外這裏就去了沒有吉士旁 旁邊那些又是祖屋 他們普遍近馬路就建幾層的矮 不知道目的是隔音還是什麼 當然後面才建高一點 而且樣子都會像 好像我們那些匿園村的樣子 因為我發覺它去到八百幾個號碼 去到動物園那邊那些新的 樣子都是差不多的 其實那些造屋的樣子 就好像香港的舊屋村一樣 那這個bst Так 我就上次調查一下它來的深度 這個單位 這很多部分有三百幾四百尺 深度有些到23尺 我告訴你 然後闊度大約15尺 應該都有十五尺 還是 祖屋裡通常也是這個平台 平台上是那些公園給大家玩 又是拍一下外观 接着 逢全部组屋都是这样的下面 有类似熟食中心那样 增一增高它 现在走进去看看 我不明白为什么 每个组屋下面的熟食中心都这么多人 新加坡人是不是不太流行煮饭呢 还有有网友补充回意见 我一直以为下面是有个街市 好像香港那样 但是网友告诉我才知道 原来街市只是早上开一阵 下午你想买菜都没得买 了解一下这组屋 就是平时很神化的组屋 但是其实组屋 就算去到一些比较市交的地方 环境也是不够香港的公屋 那些公屋的规划 规划规得好的 硬是都是 好像这些这样救的 就比较逼劫 就算去到市交 新起的那些 那些绿化都是做得 相对来说没有香港那么好 还有那些优势设施 对 我个人感觉这个是未必准确的了 还有好像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去错 好像说有分 有分些是买的 有些是租的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去错 那些租的当作是买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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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停车场 是的 它这些设计挺好的 香港经常都不够停车位 又拍到街的 你发觉新加坡是很少有些 死车都拍到街的情况 不知道是执法问题 还是它真的提供到足够的车位 这个就是它的街市 用来应该是下午2点多 是的 已经是什么都关掉了 是的 还有 看在下面 好像 不告诉你 你以为自己是在沙田 可能它以前那些组屋设计 是参考回香港的公共屋邨 但是 如果是回地铁那些 我发觉 它已经可能参考回日本那些 地铁站 你不说 你会以为是日本 或者是台湾的地铁站 这个是造屋的另外一 就是它有几栋 可能 刚才看过的熟食中心 这边就 主要买些干货类的 这间就类似杂货店 现在叫它开一下眼界 还有我发觉新加坡很多 这间衣脂店 还有我那时候住的 没有吉士这个位 发觉很多的教堂 那些是设计很多的 没有吉士这个位置 很多的 你就知道 香港的浙社会都要迫到上流 但是每个的宗教地方 都有自己一栋 包着地 很厉害 可能和那些多种族 所以要满足他们的宗教需求 很容易设计 這裡就是沒有吉士的商場 接著就是我逛街逛過的商場 連接地鐵站中間的一條走廊 我覺得挺漂亮就拍一下 在這裡也說一下新加坡我的看法 我發現新加坡如果你是專才 在這裡應該過得挺好的 但如果你不是那些IT 金融專才 你是那些好像我這些 你去新加坡的生活都很艱難 因為那些低級職位 很多都被外勞做了 就像我這樣讀不成書 都可以做裝修 但是你在新加坡 你去本地人是很難做的 你年輕的時候 都是做那些餐廳 有些中年男人 那些中年華人 我發覺是 我搭的那些 即是 即是新加坡 Uber 很多都是那些中年男人做司機 而且全部都是 外國膠 還有發覺有很多那些 老都是 即是 過過七張東西的 老爸專門去做那些 餐廳 倒桌 倒垃圾 那些 這個可能是 新加坡的低級職位 不夠了 那些我看到都覺得辛苦 還是他們的退休政策 有問題呢 我也不知道 那些人